望着鬼火般碧绿的妖艺的目光,我忽然想到,凡是猫又黄狼等等受累,在夜晚之时那目力都是极佳的,眼中的金光不雅于小号的灯泡,猫类的瞳孔可随着光线的变化收缩放大, 而老黄皮子恰好是光线越暗,他的目中的金光就越盛,想到这儿,我看到那对绿光顿时飘忽闪动,我顾不上再去管他,忙碗胖子, 哎,你拿去换水果糖的黄鲜菇,最后怎么着了,只听胖子一边敲打着身上的弓兵照明筒一边说, 不是,不是,我不是亲眼看见被人给包了皮筒子了,这,这,这,怎么,这, 显然,胖子也见到了树洞中这双绿气迎洞的目光,以为那是黄皮子死不明目前来所命啊, 那就是胆大包天,也不免是又惊又怕,是胖子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那黑暗的树洞里边竟然又出现了一对鬼火般的目光, 两双眼睛忽闪了几下,就听对面发出了一顿古怪的奸笑, 那笑声难听,刺耳,充满了奸邪的意思,听得人身上的鸡皮疙瘩一层层的起, 我心想不对,当初只弄死了黄仙姑这一只黄皮子呀, 怎么身边冒出了两对那立灯似的眼睛, 那缠着我们他们究竟的是什么东西呀? 我心神恍惚,对于僵尸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 我尚能奋起圣勇,拼拼,可对于死亡后的虚无, 却是无从着手了,甚至从来都没有直观的概念, 一时之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那四肠鬼火在身边飘动着, 我这心里就乱成了一团,我想要带着胖子和丁丝田等人夺路而逃, 可别说找不着出口了,就连光亮那都没有一丝一毫, 公子交集,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树洞口的那段观音腾忽然一坠就向下传了一劲, 腾身和枯树洞口露出了两道缝隙, 外边虽然有,但毕竟是白天, 一些微弱的光线随之就露进了树洞的底部, 我们四周的环境,状况,从伸手不见五指变得略微能够见到朦胧的轮廓了, 树洞中稍稍可以看见点东西了, 那四肠鬼火和坚硬的灵笑,也同时消失了, 我急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 老羊皮倒在离我两不远的地上, 他似乎被摔到了头部,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不知道他生死如何, 丁思田和胖子坐在我的两侧, 他们俩人也都摔得不清, 就在老羊皮的身后, 他背的包袱已经散开了, 包袱中的东西纷乱的就掉在了地上, 有两只长相奇特的黄鼠狼就蹲在了老羊皮的身上, 他们贼头贼脑地看着我们一脸古怪的表情, 这两只黄皮子全身竟然没有一根黄毛, 那遍体雪白好像银湖, 不过黄皮子的脸可没有狐狸那么好看, 既狗且鞋看着令人生厌, 而且猫幼体型的特征非常明显, 他再怎么变换毛色, 也跑不了就是黄皮子, 据说老黄皮子每生三巡, 他的后背就会添一柳白毛, 这对全身阴毛的黄皮子, 不知道是活得年头太久成精了, 那还是属于黄皮子中的一个特殊的种类, 他生来即是毛不白胜血吗? 只见这两只黄皮子似乎被那突然从头顶的缝隙处露起来的天, 吓得不轻, 他们身排四肢, 半蹲半趴, 尾巴脱在后边, 我一看黄皮子的这个动作, 我这脑子里啊, 就如同晴天打了个炸雷, 我顿时就醒悟过来, 在焚化间的楼门口, 玻璃上的那只人手, 那原来就是这对黄皮子在装身弄滚, 他们的四肢加上脑袋, 平贴在玻璃窗上, 那就如同人的手掌和五指, 那条毛茸茸的尾巴, 那不就正像人的胳膊吗? 我按摩自己一直不够坚定啊, 这叫什么? 这就叫一心生暗鬼, 我当时竟让这俩扁毛畜生给唬住了, 我只是不知道这对毛色银白的黄皮子, 为什么想把我们逼近绝境? 可是从古到今, 黄皮子和狐狸, 那是民间公认的最为狡猾和通人性的东西, 有关他们修炼成精的事情, 那也是多得数不清, 实际上, 这些东西所谓的成精, 那也并非是能幻化人形, 至于狐狸精变成小媳妇了, 黄皮子变成小老头啊, 等等的传说, 那往往也是天有加促的夸大其次, 他们所谓的成精, 不过那就是能通人性, 他们知道人类社会是怎么回事, 理解和模仿人的衣食住行等等行为和举动, 所以有些方速之事时常会说, 人乃万物之灵, 这些畜生过多少劫, 遭多少难, 最终得了道, 那无非才达到了普通的凡人的标准啊, 可惜啊, 生而为人之人, 却终不能善用此身啊, 有这种说法啊,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皮子或者是狐狸, 能够通人性的是, 黄皮子能够猜人的心思, 可我猜不出他们的所作所为, 目的, 动机, 我只感觉这对黄皮子大概与白眼哭有着某种机身的一联系, 他们把我们逼进焚化间, 又不知道从哪溜进了楼里边, 着实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他们一路尾随直至那恶鬼人的逆势, 也许是出于对康熙宝刀有所忌惮, 只有在我们产生倦力神志不清的时候, 他才能来害我们的性命, 平时呢, 他只有借到杀人的贵义伎俩, 这些念头经脑子里这么一转, 就已明白了七八分, 正是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 使我们从观音藤上就摔下来了, 摔进了一个树洞, 而这个树洞呢, 又恰好被断藤挡住了洞口, 那斗士般的树窟里, 没有了任何躲藏的空间, 这才得以发现他们的行踪, 否则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 那还不知道被他们跟到什么时候, 唯一最有必要, 却猜想不透的一件事, 是在我如此提高警惕的情况下, 这两个家伙他究竟是怎么, 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我们的, 这个时候, 那两只黄鼻子贼兮兮地就露出脑袋了, 那四只眼睛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 被他们这么一看, 我顿时想起了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困苦, 我不由得怒上心来, 杀心顿气, 管的是什么东西, 只要不是捕捉不到的幽灵, 先宰了他再说, 免得日后再添麻烦, 可没等我伸手, 早已经恼了他胖子, 抢先一步就扑了上去, 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实在, 实在是欺人太善你这个, 我他妈非把这俩小黄皮子的屎给他捏, 不是不可玩, 胖子, 量极大, 在树洞里就跟一面墙似, 加上他出手又快, 在狭窄的树窟里要勤两只黄鼠狼, 那还不容易吗? 可是没想到, 连扑了几次都落了空, 那俩黄皮子也都老得快掉毛了, 他们并非躲闪得有多么快, 而是好像能够六敌仙姬, 在胖子出手之前, 他们就把方位和时机就给预料到了, 胖子脑袋上都溅了汗了, 就照这么下去, 给活活累死也抓不住他们呢, 胖子发起狠雷了, 他还哪顾得上什么呢? 他拽出了南部十四市就开了两枪, 那抬手开枪的动作那快啊, 快得连我都看不清, 而且我记得他在军区打靶的时候, 开枪就没落过空, 至少我没看见他放过空枪, 只要枪响, 那肯定有结果, 没有, 胖子这两枪是全都射空了, 这么近的距离, 这么明显的目标, 竟然没有积住了, 别说胖子傻了, 连我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心里又生出了一阵寒意, 那两只黄皮子, 活像两个来去无形的白色的鬼魅, 竟然在明明不可能的情况下, 躲开了致命的子弹, 那两发手枪带都像飞黄般, 拎进了树根里啊, 胖子还以为是这枪出问题啊, 在震惊中他微微愣了个神, 这个时候, 其中一只黄皮子, 就借这个机会, 到他的面前就放了一个皮, 我和丁思田都在胖子的身后视线被他的身体给遮挡了, 只见一股绿烟扑面, 那树洞里顿时是七瘦无比, 胖子更是首当其冲, 脸都给熏绿了, 王八盒子也不要了, 滚倒在老羊皮身边就咳嗽个不停, 他的双腿在地上乱蹬, 那两只黄皮子躲在角落里, 眼神闪烁着, 一脸的音效, 我看到黄皮子那邪气逼人的眼睛, 我立刻就明白, 这一双眼睛啊, 他似乎能够看透人心, 他能够逼是灵魂, 好像自身的一举一动, 那都能被他猜到, 而且他们想方设法地给我们制造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 因为人的精神状态越差, 就越是能被他们钻空子, 那具俄国人的僵尸被我们烧上的一堆残骸, 他们还偷偷地将尸骸摆在桌上, 这样即使没能在睡梦中杀死我们, 也会让我们误以为真的在闹鬼, 从而变得更加紧张, 人的神经都是有极限的, 过不了多久, 不用他们下手, 我们也差不多就精神崩溃了, 用心何其毒也, 想到这对扁毛畜生心机之深, 那比人心还要狡诈, 我不禁感觉全身都发凉了, 这个时候, 丁思田见胖子被臭屁呛得厉害, 他忍着树洞里的臭气想去服他, 我却知道, 这黄皮子的屁呛, 他虽然呛人, 可没有致命的威胁, 这个时候正是僵局呢, 黄皮子暂时无处遁形, 他想直接弄死我们, 也根本不可能, 我们的行动和想法, 这都能被他们预先知道, 自然, 我们也奈何他们不得, 双方都在等待出现, 置对方于死地的时机, 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贸然行动了, 我正想阻止丁思田靠近了, 可我比不得黄皮子, 他料是神机, 我发现他的举动的时候, 已经晚了半步, 丁思田的手刚抓住了胖子的胳膊,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老羊皮, 突然竖起了身子, 他眼中呆滞无神, 可两只手就像是铁钳子似的, 直朝丁思田的脖子上就掐过去了, 我看老羊皮的眼睛里半点神采都没有, 我知道那八成是丧失了心智了, 人的神智一旦失去, 比如说昏迷或者是睡眠, 精神失常等等情况, 便会灵台泯灭, 就好像中了催魔的魔杖, 他既不知道疼痛也不认得同伴, 而且, 这种失了心的人呢, 他的力量其大, 要是让他把手估在了丁思田的脖子上, 立刻就能把他的颈骨给卡断了, 我见丁思田示威, 我只好放弃了敌不动, 挤不动的战术, 我伸手推开了老羊皮的胳膊, 老羊皮全身的肌肉僵硬异常, 力量其大, 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再把他推倒, 由于空间狭窄, 我和老羊皮, 丁思田三个人都滚倒在地上, 我从观音藤上跌落, 我摔得是全身筋骨欲断, 刚刚推倒老羊皮的动作太猛, 那牵扯的全身又是一阵歧动, 在倒地之时, 我顺势往那对黄皮子呆的角落看了一眼, 只见他们蹲在稍远的一段树根上, 正瞪着眼睛, 狠狠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这时候临机一动, 黄皮子奸化心弦, 要真是一眼睛来预知我们的行动, 那只要蒙上眼睛就可以了, 但是随即便认定此机绝不可行, 我们若是莫不见物, 那都跟瞎子一样, 更是拿他没办法了, 不过, 我脑子里刚刚闪出了一个念头, 就听长刀出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了, 原来老羊皮摔倒在地, 那正好是那把康熙宝刀掉落的位置, 只见老羊皮闷不吭声的, 抽出刀来, 他对准了丁思田的心窝就刺过去了, 丁思田本名叫丁乐乐, 后来义库思田时期才改的名, 我一直都觉得他的本名更适合他, 爱说, 爱笑, 能唱能跳, 虽然后来又参加红卫兵的经历, 也并没有把他培养成一个真真正正,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战士, 他骨子里还是个文艺女孩, 他哪经历过面对面的真傻真感呢, 而且对方那还是很熟悉的贫下中农老羊皮呀, 那个平时和爱沉默会拉马头群处处护着他的老羊皮, 这时候竟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拔刀狠刺, 一时间吓得他目瞪口呆, 加上发着敌手, 身体虚弱, 他竟然连躲闪这致命的刀锋都给忘了, 我见丁思田愣在那儿, 那冷纷纷的一抹寒光刺到他的面前都不知道躲闪, 我想拦那失了心的老羊皮是拦不住了, 我只好拖过去, 把丁思田再次向侧面推开, 老羊皮手中的长刀猛地向前擦着我的肩膀, 就插进了后面的树根子, 刀锋一拖, 我肩膀的衣服, 皮肉, 全都给划破, 血流如注, 我顾不上流血和疼痛, 为了防止老羊皮再以刀伤人, 我急忙扣住了他持刀的双手, 可是老羊皮他并不抽到, 他不是双手往下压, 插进树根一寸有余的长刀, 由直刺转为向下切落, 我知道, 这长刀要是压下来, 固紧身后的树根, 而且我和身前的丁思田那都得被切作四段, 我只好和他拼了命似的, 以肩膀和双手就接住了下压的刀锋和刀柄, 我们虽然已经使出了全力, 可是那柄刀仍然是一点一点的欺验, 我们钻住刀口的手, 都割开了口子了, 那鲜血就滴滴答答的掉在地上, 也顺着刀柄就躺在了老羊皮的手声, 在两只黄皮子的名笑声中, 在树洞里夺刀的三个人, 两只老黄皮子与胡八一一行人斗智斗勇, 疲累与惊吓, 让老羊皮丧失了心智, 竟拔刀向丁丝田刺了过来, 老羊皮戳在树根上的长刀, 老羊皮戳在树根上的长刀, 切住我的肩膀, 就向下压下来, 我伴坐在地上, 后背倚住了树洞, 身前被丁丝田挡住, 仓促之余, 只好一只手钻住了刀锋, 一只手隔着丁丝田, 去托老羊皮那握刀的双手, 但这根本就是徒劳之群, 那康熙宝刀一点一点的就压下来了, 丁丝田他也想帮我拖住那刀锋, 以求二人能够从刀下逃出来, 可是一来他力气不够, 二来这狭窄的树洞之间没有半点周旋的余地, 我的腿也被丁丝田给压住了, 我想抬脚把老羊皮蹬开, 都办不到, 这个时候, 这树洞离聚剩下, 因为紧张跟用力过度, 而咬紧的牙齿的摩擦的声音, 这个时候, 这黄皮子的脸都熏粒着, 胖子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了, 他看见我和老羊皮等人浑身是血的扭打在一起, 他两只眼睛顿时就冲了血了, 他生出了一片杀人之心, 他在南部十四巷手枪不知道掉哪去了, 他手边刚好就碰到了老羊皮的那杆裂枪了, 他顺手抄枪起来, 对准了那狮子心的老羊皮就要开枪, 丁丝田见胖子要下杀手, 大概是想要出生阻止, 但这个时候身处锋利的刀刃之下, 一身都是鲜血, 他紧张得喉咙都僵了, 他空张着嘴就发不出半点声音, 这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 眼前一黑, 他就晕倒在地上, 而我呢, 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极时焦急, 我明知胖子只要铺倒老羊皮, 缓解我们的困境便可恶, 我想要出言致止, 但我和丁丝田的处境差不多, 我使出全身的力量, 在挡着压在肩头上的那柄长刀, 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感知不出疼痛了, 我的整个人处在一触即溃的状态, 我的神经已经崩到了极限, 我想说话, 我想说话, 可是我的嘴不听使唤, 我除了咬牙, 就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老羊皮, 完全变成了一句没有心知的, 行尸走肉, 而那俩成心的老黄皮子, 见到胖子的举动, 眼睛里头金光的大声, 这老羊皮好像受到了某种感应, 就在胖子刚刚举枪之际, 他突然抽到, 回笑, 咔嚓, 含光闪动, 胖子手中的猎枪, 那个枪口被齐刷刷的砍断了, 胖子将猎枪断了, 哗一声喊, 就扑到了老羊皮的身上, 老羊皮以康熙宝刀切断了猎枪, 那也是清静了权力了, 长刀顺势就砍在了侧面的树根上, 急切之间难以拔除, 他被胖子一扑就倒在地上, 张着嘴就咬住了胖子的脖子, 顺势连皮带肉就吃了全块, 胖子仗着肉厚脖子聪, 而且他越是见血, 他手底下就越狠, 他摁住了老羊皮, 两个人就扭成一头儿, 胖子, 往常同人打架, 一向是很难找到对手, 基本上那很少能有人跟他处于同一辆级, 我记得小时候胖子没有现在这么飙的一身红肉, 从来也没人称他叫胖子或者是小胖, 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得了肾炎, 我们那个时候啊, 医院肾炎的治疗手段那完全是靠吃药, 连针都不打, 他在吃了那种治疗肾炎的药物之后, 硬是好, 可这身体随机就胖起来了, 不过, 在那个年代, 胖那绝对是好现象,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那个时候有人要减肥, 胖那是负财, 是健康, 那个时候的姑娘们啊, 那都想嫁给胖人, 不像现在的趋势是穷胖, 住手, 而且胖子自从身体胖起来之后, 他也得到了很大的实惠, 以前光是人狠, 嘴狠, 跟年纪大的孩子打架那就得吃亏, 可是自打胖子之后, 那他提升了两级了, 那更是逼谁就欺负谁, 看谁不顺眼的就揍谁, 他的那首绝招, 人体夹牙器, 把对方撞倒了, 然后他自上而下, 伸开自知, 舒展着就砸下去, 就这一招, 更是令周围各个学校, 各个年级的孩子们, 谈胖色变, 可胖子虽然仗着身强力壮, 和一股的血泳的浑劲, 就一时都制不住这个老羊皮, 这老羊皮已经是心神传尸, 目光呆滞, 他就像你头疯狗似的, 张口乱咬, 两只手就跟铁钳的似的, 只要被他揪住了, 就死死的不放, 他的肢就深深的就陷入在你的肉里边, 我刚才险些做了刀下轨啊, 我这肩膀上的刀伤也不轻, 但是还有知语, 应该不至于伤了骨头, 老羊皮这一抽刀, 我算是稍稍得到了喘息, 赶紧扯快一劲, 扎住了流血不止的肩膀, 这个时候, 我见胖子跟老羊皮纠缠在一处, 难以性命相拼, 找这么此刻下去, 那非得出人命不可, 而且就这老羊皮神志不清, 要是一旦出了什么意外, 被胖子误伤了他的性命, 那回去也不好交代啊, 当然, 这一切, 那都是这两只老黄鲤子在虫中挡过, 老羊皮, 那不过是因为摔晕了, 从而就成为了他们借刀杀人的工具, 但是一时很难想出办法对付那堵起人心的黄鲤, 于是我们就准备动手, 挟住胖子, 摁住老羊皮, 先把他捆起来, 再输, 我爬前了一步, 我对着让羊皮伸出胳膊的意识, 我就觉得, 领侧太阳絮上的头皮紧, 被人从身后就揪住了头发, 人的头发, 那都是按照头顶的弦生长的, 头顶后脑和两侧的头发, 各自有他生长的方向, 要是顺着头发生长的方向揪, 那还好说, 如果当时呢, 那正趴在地上探身向前, 被身后伸过来的那只手, 扯住头发往上低了, 就差点把头皮给扯掉, 这一把头发揪得我是痛彻心肺, 我不用回头也知道, 是谁揪住了我的头皮, 肯定是刚才昏倒在地的丁丝田, 他也已经变得敌我, 酸敏了, 而且, 我们四个人中, 已经有两个就都迷失了心智, 那几乎是人人带伤, 有人死亡, 那也是迟早的事, 不管怎么挣扎互斗, 流血的, 那都是自己的同伴, 你根本就毫无胜算, 都想到这儿, 那不明时我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恐惧, 我, 我甚至就有点放肆, 必须抵抗的信心, 但是, 这个念头很快就被疼痛地打消了, 我身上越疼, 我这心里头就越恨, 我这狠劲就挖断, 我决定, 我, 我拼到底了, 我只觉得头上被丁丝田扯得是火烧火了得疼, 我来不及去掰他的手, 我只好顺势把头撤起以求减缓头皮的疼痛, 我刚把头撤过来, 太阳穴上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冰冷的金属的触觉, 这阴之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把吊在地上的那南部十四式的手枪给捡起来了, 我这头像特强一片, 这太阳穴就刚好被他压下的枪口, 给你一个正肘, 哎呀, 我这心里倒一心啊, 痒不到了, 我的父辈们八年抗战, 你还多交付还钱, 这 história, 那真是既祸又悲惨, 事情, 那总是再不经意间就杀了一个冷部房, 总是往你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那一瞬间我问自己 难道这就是命运吗 那冰冷坚硬的枪口戳在太阳穴上 到听得扣动扳机的动静 这一刻实际上仅仅有一两秒 可在我感受起来 却是那样的煎熬漫长 时间和脑海中的混乱的思绪 仿佛都在被无形的放慢了 变做了那一针的红色的慢尽头的光强 四周的声音仿佛在听节中静止了 耳中只剩下的王八盒子 扳机的声音 此一般漫长的等待 就连这个声音也突然消失 扳机没有扣到底 哪只模仿哥鲁系手枪的设计 但构造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南部十四响 加上刚刚又被胖子重重的摔了一下 竟在这性命攸关的一瞬间 甲壳盒子 王八盒子是公认的自杀枪 因为在战场上 枪戒甲壳 那就等于自杀 可顶着我太阳觉得这把枪甲壳 那 可是救了我的命 刚才没来得及害怕 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后怕和庆幸了 我抬手就抓住了枪口 我想把丁思田从身后给扯倒了 不料丁思田在我的身后 让我的肩膀的伤口上 狠狠就咬了几圈 我的伤口刚才 匕忙中 随便用衣服给包扎住 但是根本就没能止血 被他从身后打中 顿时就痛入骨髓 鲜血就透出了一劲 那整个肩膀都染红 那边的胖子 也正好把老羊皮给压住 老羊皮的嘴里 还嘴嘴地咬着胖子的一块皮肉 瞪目一门 他拼命地在挣扎 结果 他一生也会哭 这个时候 我们四个人的意义 都是全身的纤细人 就都跟刚载过猪神 谁都叹不清神 这个情况 显得极为恐惧 树洞角落中的两只黄瓶子 都伸开了四肢 顺着树根爬到了树底 显然是担心洞中 这场血淋淋的恶斗 会波及到他们 于是尽量地躲在稍远的地方 他们贴在老树的干枯的树皮上 扭过头来 幸灾乐瓦地盯着给他看 眼里边妖异恶毒的绿光 迎动 流转着 我一边忍痛摁住了丁思田 一边抬头望了那对黄瓶子一眼 被那灵光一湿 那种身心俱飞的感觉 再次传遍了每个神经 我不敢再去看那黄瓶子的眼睛 我的心中 却早已把黄瓶子的祖宗八倍 给骂了个遍 我现在是血流已知 已经渐渐感到力不通心了 如果再不解决这场危机 就绝无生还的希望 我一直认为 黄瓶子那都是通过他们的眼睛 干扰人心 只要设法使他们的眼睛 丧失了视力 我们便可摆脱目前的窘境 我抽了个空档 抓了一把地上的泥沙 我对着那个黄瓶子 撒过去了 树洞上白影闪动 黄瓶子早已经堵住了 那沙土扬了个空 可我原本也没指望 一把沙子就能奏效 我只是希望借机扰乱他们的行动 使我和胖子能够腾出手来 对付他们 虽然这俩老黄瓶子 能够预先对人的行动做出判断 这树中内地形狭窄 如果我和胖子同时动手 利用地势 那也许会有机会 侵住他们 这种只狡诈的黄瓶子好像是石头 我和胖子的念头 这带有几分嘲弄的 他向我们靠拢过来了 那我心里的骂 你吸人太善你 但是我明知 就算伸手过去捉他 不管你的动作如何隐蔽 你只会扑空 你只好 适而不就 这个时候 胖子已用腰带 挽扎了老羊皮的双手 见过也按住了丁思田 便想过来相助 可是他刚一动身 被反绑住的老羊皮 也跟着猛然站起来 一个头锤就撞在了胖子的肚子上 胖子猝不及防 而且你别看这老羊皮 干干巴巴的一个瘦老头 但是他丧尸的心智 就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的劲 现在你即使有两三个大小伙子 你也未必能够摁得住他 就这一头 那撞得真是结结实实 膀子被他撞得是四样八叉 向后扬倒 后背 随即重重地 就撞在了树干的内壁身上 那就好像是倒了一面墙 朕的树动力是一阵晃的 就连恰在洞口的观音城 就都跟着掉下了一块 这仅剩下半截的 风心老树的树洞的边缘 与古藤间的缝隙再次加大 这树洞的能见度呢 也就提高了很多 那缝隙虽大 但是由于藤身上有许多的印刺 就算是体型如猫的黄蹄子 也爬不出去 他们和我们 那仍然是处于一个 近乎封闭的狭窄的空间 在这一片混乱之际 我突然发现 随着树洞内光线变得越来越亮 两只黄蹄子却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都得像快速地溜到了那仍然漆黑的角落中 但他们那鬼伙般的眼睛却已经暗不住 不再那样让人觉得毛骨紧暗 我心里头一片雪亮 原来这对老黄蹄子 他怕光 光线越强 他眼中的鬼伙就越暗 被我摁住的冰丝前 渐渐的也安静下来 极可能是因为光线的变化 使黄蹄子控人心魄的力量减弱了 我手脚越来越软 但是知道 这凉极天远如同是绝境皇身啊 要是不趁这个机会 宰了这对扁毛出生 你怕是永世都不得安生 我讲到的清楚 也顾不上血流不止 我抬手就抓住了 那插在树根上的长刀 我正要用力拔出刀来 干净利落的 宰了那对老黄蹄子 可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面前的两只 黄蹄子 他竟然就 全都不见了 全都不见了 踪影 那头顶的观音堂再次下坠 这一次 老将露下光线的缝隙给挡了个颜值 丧失了心智的老羊蹄 见人就杀 恶斗中 胡八一和胖子 被制服老羊蹄 也都负伤在身 情势变得十分危急 我的手刚握住长刀 就觉得眼前一黑 我还以为是湿血过多造成的 但是随即发现 那是压在洞口的观音藤 落下来了 树洞里再也没有半分广的 这个时候 老羊蹄和丁丝田 都像是突然泄了气的皮球 尾盾在地 一动不动 我赶紧和胖子打了一声招呼 让他摸到了火柴 烧件衣服 绕个亮 看个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两只黄蹄子 他怎么就不见了 胖子点着了一件俄国人的衣服 烟熏火燎之中 把树洞再次照亮 这间洞内被鲜血 溅得是点点斑斑 老羊蹄和丁丝田都横过在地 上方的观音藤 将两只黄蹄子血淋漓地就卡在树洞口了 可能是这对黄蹄子 那惧怕康熙宝刀的杀气 旁刀被神智清醒的人一握 他们先自慌了三分 加上我已经看出了黄蹄子扰乱人心的鬼眼 那是随着光线的变化 而由强到弱的 他们就更沉不住气 他们打算从观音藤的缝隙中先逃出去 想不到 这观音藤被他们一拽 那藤上的硬刺 刚好就把他们给卡在洞口了 刺得全身是体无万夫 虽然一时没有死 却也是遍体鳞伤 那鲜血把他们全身的白毛都染红 我看明了究竟 我心想 这黄蹄子 毕竟是扁毛畜生 得势之时猖狂至极 一旦被人识破他们的鬼鱼伎俩 便恢复了黄蜀狼的本性 立刻是奔窜逃命 其实我们当时那是完全处在下风 这黄蹄子 要是能再把刚才的局面 僵持个一时半刻 那还不知鹿子谁守他 胖子的脖子 被老羊皮连皮带肉就咬下一块 流了不少血 他也不去理会伤口的大小 只是疼得他暴跳如雷 憋了一肚子的邪火 没处发泄 之间那两只黄蹄子掐在树灯口 他立刻过去扯下了一只 那个黄蹄子被关银腾扎得半死 这个时候被人捉住 滋毫反抗不得 昂格一手揪住黄蹄子的小脑袋瓜子 一手攥住了他的身体 双手交叉着 往两边 反复地扭了几圈 咯吱咯吱 几声 骨骼断裂的清脆的声音 那只老黄蹄子的脑袋 又被胖子从枪子上 硬生生地给拧下来了 胖子还觉得不解恨 他扔掉黄蹄子的尸体 他上边堕了两脚 又捉住剩下的那只 这次 是揪住了两条后腿 劈开了刹 按在康熙宝刀的刀锋上 狠狠地就这么一扑 把他从中间活活地 就给割成了两半了 树洞里满地那都是鲜血 已经分不清是自己的血 还是黄蹄子的血了 我见终于宰了这两只 如鬼似昧的老黄蹄子 身上如释中腹 我支撑精神的求生的欲望 彻底瓦解了 这胳膊腿啊 那 那都像灌了牵 上下眼皮也开始打架了 一动也不想再动 口脑中昏昏沉沉 阵阵地发胀 我盼望着能立刻倒在地上 睡过去 但是 但是我知道了 这 这还远远就 就没到松血的时候了 现在要是睡过去 那没止血的伤口 流血不止 就 就足以要你的命 我和胖子 没敢怠慢 也顾不上庆幸死里逃生 赶紧看了看老羊皮和丁思田的伤势 丁思田的脸上 暗青之色凝结 情况十分危险 而老羊皮似乎在刚才和胖子的剧斗中 已经伤了内脏 他的口角 鼻孔 都在流着血 我们从来没有应付过这种情况 不知道该如何着手 心中都很慌乱 商量了几句 那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可想 我对胖子说 必须想办法 尽快找些枯的化香草来生火 先处理外商 用草灰之邪 胖子用刀切开了挡在洞口的观音藤 这附近杂草甚多 其中不发非常普遍的化香草 我们跟猎户进山打过猎 知道这种化香草可以止血 有些野兽受了外伤 流血不止 就会找到附近的化香草草丛 反复滚蹭 不久呢 那伤口就能愈合止血 而且是屡试不爽 这个草生于殷尸之山地 高壳七八寸 那每葱都是奇数 长成雨业的形状 肩肠 饼肠 秋冬之交 那颜色呢 由绿转红 草径有细林如松球 纹烧成灰烬 直血至伤 效果是颇为显著 我们焚草止血 把那几件俄国人的衣服中的干净的部分 给扯成了条 裹砸身上的伤口 我肩上的刀伤不轻 我幸还没有伤到骨头 止的血呢 就不用担心了 胖子脖子上的窗口 面积非常大 而且是用牙咬的 那伤口是参差不齐 敷上了草灰 裹上之后 仍然在往外渗着血 疼得胖得 不住地吸流凉气 没过多久 老羊皮也醒过来 老羊皮也醒过来了 他 他可是老闻迷奸啊 伤得随之不清 他还能动它 他吐了几口嘴里的血墨子 看见到四周都是血痕 脸上竟是茫然若失的身色 完全不记得 跌进树窟之后 就都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我看丁丝田 有只手因为握着刀锋 就被割出了很深的口子 那伤口 就像孩子的嘴似的往外翻着 我只好咬牙 撒了一把探木草灰 然后给他裹上了布条 丁丝田本来昏了过去 但是剧痛之下 他又醒过来了 他额头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 他看我和胖子都为他担心 强忍着疼 对我说 樱花香草 能治疗伤口吗 人民 人民才把你培养到高中毕业 你怎么能就知道这么多东西啊 你是不是在哪接受过 秘密的 特务训练的 我和胖子见丁丝田 还有心情说笑 就都觉得安心不少 但是 外伤好治 内毒难除啊 再不帮丁丝田 取出身上的燃毒 不久 他便有性命之用 胖子修好了两支工兵照明筒之后 四个人 互相搀扶着 艰难地爬出了树洞 这片区域名为白眼窟 想必类似的地洞 树窟不再少数 可这毫不起眼的枯树洞 刚刚就险些成了我们葬身的坟墓 想起来就让人觉得后脖子爆凉气 不过 要不是这场恶斗 那两只脑黄皮子 还不知会设下什么阴毒的办法来谋害我们的性命 而且他们始终躲在暗处 他的手段 那着实是叫人防不胜防 虽然众人差一点就全舌在树洞里头 可是毕竟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 不过我们一时也无暇去考虑其中的利弊和得失 只有一步一蹭 在林中那变幻不定的迷雾中 继续往前走 路是越走越高了 离那观音藤的位置落差 虽不到数十米 但是雾气已薄了 能够依稀见到四处的山口了 南侧的山口云目最重 好像积了半年的白雪 中古不化 北侧林中遍地树窟 有的被孤枝半叶所遮挡 有的直接就能看见七黑的洞口 人要是掉下去 就有灭顶之灾 两侧多有古松林 松柏腰桥生长 那都是洞梁之灾 那都是洞梁之灾 树皮有半米多厚 色如穷指 只闻称云霞回波之状 听人说呀 那万年的古松柏 才能生出狭雕刻的烟枝绣 看这个古松林的形势啊 那比起我们在大兴安陵所见到的最老的林子 那还要古老的多 那恐怕真是生于洪荒之未开 以约万年才能生成这般的气象 哎呀 有这片古老的土地 还不知道蕴藏着多少秘密 西北侧的丘陵崩塌了一塌快 露出了一片漆黑的大洞口 山前有被水冲毁的迹象 洞口有一滩浅水 冰冷清澈的让人恍惚 呼伦湖以南 有许多交错纵横的地下水洞 可能那里就曾有过这样一条地下的水脉 庞大的地下排水管道 那就是用来使水脉改路 以便日军能够顺利的挖掘北面的山丘 但是由于某种原因 水路被堵住了 爆发了山洪 席卷了这片古松林 观音藤等根基浅的植物 那都没有能够幸免一旦 其中的锦林燃 那也许就是趁着涨水的机会逃出去的 日军研究所中最主要的设施 大部分都被水淹过 那片重演洞 洞窟密布的山坡之下 那就是一座两层建筑的宽阔的楼房 林草眼影之中 冰冷的砖石的楼房 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 阴森的如同坟地 我先推门而入 我举着照明筒 往里面扫了扫 墙上挂着一些灰 地上有几具横倒树卧的死尸 那死状极为可怕 死者的身上全都生出了鸟鱼和兽毛 都和我们在地下室见到的俄国人很像 但是死的却不那么从容 显然在生前 他们都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征扎 在墙上 还有直接抓出来的印痕 我估计这些人的死亡 那极有可能和从山里运来的铜箱子有关 可能在开启铜箱子一瞬间 就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所有的活人就都在那一瞬间死了 不过 白眼窟附近依然有大量的油烟和野鼠 看样子那也都是从研究所里逃出去 繁衍下来的 为什么那些动物没有全部死亡 难道那铜箱中的东西只能使人类死亡吗 不管怎么说 我们能活着走到这里 就说明那铜箱带来的灾难已经过去了 这点倒不用过于担心 其实就算担心也没有什么用 该来的早晚要来 甚至已经来了的 也许只是我们还没有观察到 我们不再胡思乱想了 我对门外的三个同伴招了招手 示意他们 这楼中一切安全 可以进来 胖子背对着丁思田 老羊皮跟在后边扶着 三个人进楼一看 有这么多的死尸 也都择舍不已 我对他们说 这不是僵尸 没什么可担心的 死尸的诗变 那都和白眼窟特殊的环境有关系 这里很可能是风水学上所说的 归棉之地 至于从科学的角度 来解释是什么原因 那在那会儿我是说不清的 走廊的尸体 越来越多了 我们这辈子加起来 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尸体 而且这些人死的 那实在是太过奇跷了 究竟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无影无形的 杀死这么多人呢 我们不免怀疑 极有可能是发生了细菌泄漏之类的事故 才导致这里变成了死城 从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我们得知 利用白眼窟内的某种物质 治疗染毒 是这座日军研究所的重要课题之一 这也是救了丁思田 性命的唯一希望所在 我看丁思田昏昏沉沉的 担心他毒气攻心 从此一叫不起了 就不断地跟他说着话 让他千万别睡着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 这楼中是否真的有解毒计 有的话 他又存放在什么地方 要顾着私下里寻找 只好把跟丁思田说话的任务 交给了老杨皮 老杨皮不善说话 只好让他给丁思田唱歌 反正要想尽一切办法 让丁思田保持着清醒 老杨皮无奈地唱起了酸曲了 去代马 花阳墙 三个个吃了八路点凉 想要回家 看妹子啊 火儿黑哟 打热奔来就顾不呼伤啊 老羊皮的声音 苍凉 悲愤 在寂静的楼道里听起来 那格外的动人心魄 我心想 还不如不让这老头唱 什么叫鬼哭狼嚎啊 这不就是鬼哭狼嚎吗 不过这刺耳的歌声确实能让人精神为之一震 这丁思田的神志 居然随之就清醒了几分 我们在楼中一层层的仔细的寻找着 可这楼中仅有病体病样 和各种人体器官的标本 以及那些死状怪异的尸骸 各个房间也仅有数字作为标记 最后一路转到了地下室了 这里防腐药水的气味浓重 经久不散 建筑设施的地下部分 那都是冰冷素木的水泥地 空气透骨的凉 在主要通道的尽头处 是一道黑色的大铁门 门后似乎是个储藏室 各种物品排列在架子上 地上摆着许多带有编号的木箱子 我想看看里边有没有药品 我跟胖子两个人在其中四处的乱翻 在工兵照明捅光线的晃动之下 我不能看见 在货架的深处 有一抹阴森 诡异的绿光 我以为这附近还有其余的黄皮子 我顿时就紧张起来 由于有肩有伤 我只用左手提的刀 我外部走过去查看 这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在这个库房里面 有一口铜香 铜体趁着地下室中的阴气 被手电筒这么一照 就显得是脆润欲滴 欲克银骨 纯青犹如铺翠 胖子和老羊皮也看个正着 都是 哎呀医生 惊为天物 经过一番恶斗 两只黄皮子最终死于胖子之手 危急的形势得以缓解 胡八一注意到 此时大家都已经身负重伤 他们继续冒险在日军研究所里摸索 户房里有口铜香 铜体趁着地下室中的阴气 被手电筒这么一照 显得是 脆润欲滴 绿可银骨 纯青犹如铺翠 但我知道 这口箱子虽然一丝铜色也没有 但它却不是鱼的 而是传统的 以前我家有个小巧的青铜珠雀 那是我祖父当年收藏的古物 后来呢 当四舅给破了 我听他说过如何观瞳 但是当时梅太在意 也不知记得是否准确 据说铜器坠水千年 则变为纯绿 而且恶银如鱼 危急千年 或者器物厚重举大 就会变得绿而不银 红身上各处的石斑也如一望 那是因为铜性尚未散尽 其重只能减三分之一 若是铜器被水泡土埋 自身的铜性为水土争陶带尽 则不见铜色 唯有翠绿彻骨 或在遍体翠绿之中 存有一线红色如丹 靠之有铜生 那也是非常罕见的古代的器物 不曾入水土的古铜器 在人间流传至今 那都是紫色 而底部生猪砂般 甚至这些斑块已经变得凸起了 如上等的尘沙 放在大锅里浮水烹煮 煮的时间越久 那个斑痕就越是明显 如果要是假货 就是这么一试 那斑痕就能给煮煤 所以呢 甚是容易区分的 我见这口铜箱子 透骨的金银 我用空中手电筒赞一照 波光流转 显得好像都快透明了 便猜想 这极可能是一件埋藏于土下 或者是从水中打捞出来的上骨植物 难道 这就是黄大仙庙下的那口铜箱子 仅就我所听到的关于此物的传说 那已经就很多了 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能说清楚的 想到这 我不禁出了一会儿神 胖子也觉得好奇 抬手就想揭开箱子看 我心里其实也想看个究竟 但是知道这不是恶心 天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祸端 于是我赶紧摁住了铜箱说 咱们先找药品药紧 这死旧破破烂烂的 有什么好看的 别忘了 这研究所里那么多人都死得是不明不白的 就这东西 不碰也怕 但是 说着话 我把手下意识地就摁到了这个铜箱子上了 我感觉这个铜箱子 它非常轻 一摁之下 竟推着它晃了晃 你说明里边是空的 从中放出来的东西 也许至今还留在这个楼里边 我按着那口清脆彻骨的铜箱子一画 那铜质早在水中争吮尽 剩下的铜骨只有原来的数分之一了 所以 着手慎性 感觉里面空荡荡的 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这倒不出所料 日本人 日本人找尼尔会的胡匪挖那谷物出来 自然不是逆封着存血 肯定一到手 它就被开启了 研究所中有大量的横死之人 从俄国人的遗书上判断 这里边曾经发生过重大的事故 那好 是在尼尔会把铜箱从山里运来之后 没有多久的时候 虽然并不能确定这些人的死因与之有关 但是多半脱不了干系 虽然这楼中一切寂静 想害我们性命的黄皮子已经被收拾掉了 可是我们毕竟还要在此逗留一段时间 万万不可大意 也许这空箱子中会留下什么线索 查看明白了 也好让我们今后不管遇到什么 都能事先有个心理准备 想到这儿 我就没在祖南胖了 让他把箱盖 也许这公兵赵明桶往里边照了两照 确实空无一物 在箱子底 只残留了一些黑色的木屑 我们对望里 相顾无言 猜想不出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 胖子顺势把铜箱踢到了一边 我们还想在这库房中继续找找有没有药品 于是让丁思田坐在门口的木箱子上暂时休息 老杨皮呢 也留在那儿看着他 老杨皮真的是很实在啊 我刚刚让他给丁思田唱歌提神 他就到现在还在哼哼着唱个不停 在他那 骑白马跑沙滩 我没有婆意 你没有汗 咱两个捆坐一嘟了算 或黑油 土里生出来土里烂 就在这个嘶哑的白马调的取生之中 我就跟胖子举灯搜索 拆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木箱子 可里面的东西 烦都让我们大吃一惊 最奇怪的东西是其中的一个箱子里面装着的黑色的木匣子 匣子中有一只琉璃瓶 那瓶体是金润如新 看起来是一件骨 那瓶中处了一个青色的大窟窿头 瓶口仅有七八厘米 而那窟窿头的直径却接近了三十厘米 不知道是从哪装进去的呀 也没法知道这个瓶子它是干什么的 还有一个黑色的古瓦罐 管身刻满了各种古老的中国的符咒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是保存封装的那是极为妥善和严谨 似乎极为贵重 这个瓦罐让我想起以前听说过的一件事情 也放前 有个在北京收购古丸的商人 有一次在乡下收购古董 无意中从一农家收得一只黑罐 上边刻有许多的古传 看起来像是乌鹿骤炎 当时并没有花太多的钱 只是在收别的古丸的时候搭着收来的 但是这个古罐的造型是朴实无华 颜色甚黑 虽然看不出年代和出处 但那古丸商极是喜爱 也不拿出去受 而是自己收藏起来 放在家中 充满了清水养花 有一次 严寒天 冻得是滴水成冰 当天古丸商生意繁忙 就放了把瓦罐中的水倒进 事后想起来 还以为那黑罐会被冻裂了 想不到 管过天再去看的时候 院子里凡是有水的地方 全都冻住了 唯独这漆黑的瓦罐 没事 古丸商甚是奇怪啊 于是重新倒进去水 再次试验 仍然是终日 不动分毫 甚至在冰天雪地之中 把手指伸入的罐里边 还可以感觉出 那里面的水不使凉的 这古瓦罐中 如果注入了热汤 热茶 在一天之内 也都像刚刚在炉子上烧开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商人才知道这是一件宝 珍惜无比 后来有一次喝醉了 无意中 将那古瓦罐从桌上碰掉在地上 碎围的树片 发现瓦片与寻常的陶器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有个夹层 也就是两层罐壁 在夹层中刻着鬼公催火图 那鬼公青面獠牙 知善引柴烧火 刻画的极是精美 细致 那工艺好像不是人力可以雕夺出来的 只能用鬼附神功来形容 但是当时是没有人能说得清 这个古瓦罐 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产物 后来有一种说法 称这种外凿皱纹 内刻阴鬼的器物 那都是湘西沉舟密质的 工艺呢 早已经失传了 现在能够见到的 几乎没有完整和成型的 有残片之类的 那也尽是从古墓里出土的 当时啊 我把这个事完全当成故事来听了 以为这就跟那个宝葫芦的故事性质差不多 可在这里见到的这个瓦罐 竟与那道听途说的民间意识非常的相似 击鼓正经一一吻合 看来古人的工艺和智慧确实有许多都已失传 只有令现代人佩服的味道 可是那个时候 我虽然觉得新鲜 可并没有觉得这古物有什么价值 反正都属于四旧的范畴 我随便看了看 就放回了原处 这个时候胖子也翻看了不少东西 对我只咬脑袋 事宜 一无所获 胖子奇怪的挠了挠头 对我说 这地方藏着这都是什么奇奇怪的东西 不停吃不停喝 没一样有用 我说 看这些物品似乎都是盗墓的挖出来的 多半是那些您儿会干的好事 有些也可能是从民间搜刮得来的 反正这都是一些古物 而且我发现这些残破古旧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 它们都是与同乡木匣有关的 它们肯定是想刮地皮式的想找出一件重要的东西 那很可能就是白眼窟壁画中的招魂同乡 你看这些器物大多数都装在铜箱木匣子里面 甚至还有几口铜棺材呢 阿盖也被错当成 与此地有关的那口铜箱子给挖出来了 这里面不会有咱们需要的东西 眼见这库房中毫无收获 我们只好再到别处去找药品 四个人身上都有伤 加上疲惫不堪走得也快不起来 虽然是心急如焚 却也只能顺着走廊 一步一挨地往前慢慢地蹭 这个楼里边都拉着电缆 但是电力没有了 我们不知道这些建筑师靠什么发电 而且找解毒剂和商药更为要紧 也腾不出空来去寻找电力设备 好在有两只实好实坏的照明筒 也不至于完全摸黑 丁丝田趴在胖子的背上 你你呼呼地问我 这楼里有没有鬼 我劝他别胡思乱想 以前那闹鬼的动静 那可能全都是那两只老黄蹄子 给鼓捣出来的 我暗中告诉自己 还是别再提这些事了 蹄子要是多了 你你你总说有没有鬼 那那即便是没鬼 那那真得出鬼了 我一边给自己找些理由 让自己保持心态的平稳 一边挨着房间去翻找 这研究所的地下设施 共分为两层 最底层的规模 远大于上一层 那过道都用红漆标着序号 这层区域可能属于保密的设施 若非有这些号码 你走在里面是很容易迷路的 不过既然已经深入到研究所的核心区域了 能不能就丁思田的命 传在此一举了 只好继续展开地毯制的搜索 我还有个疑似 那就是日军建造如此大规模的秘密研究设施 恐怕绝不止研究毒气和细菌这么简单吧 这里边也许还有更惊人的秘密和研究项目 我们所见所闻 那不过是冰山上的一脚 根本就没什么头绪 越想越觉得头疼 这脑袋里好像有许多的小虫 来回的乱爬 乱咬 就这么胡思乱想的往前走 不知不觉的 跟着其余的三个人 我们就走到了一条宽阔通道的尽头 这里边有一道正圆形的大门 上面有一处醒目的红色的标志 灵 铁门半眼半合 并没有锁索 这扇门与我们在附近所见的门完全不同 这些地下室有大有小 用途各异 一路查看过来 似乎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我用照明筒在门口往里边扫了扫 黑骨隆隆的好像很深 那空间也比想象的大出了很多 于是我决定进去看看 但是里面情况不明 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危险 便让胖子留在门口接应 用我单枪匹马进去探探路 胖子的伤口又疼起来了 他捂着脖子对我说 我说 我说你就剩一条胳膊 你就剩一条胳膊了你 你还想搞个人英雄主义啊你 不是啊 你应该明白啊 这集体的力量那才是战无不胜的 是吧 哎呦 干脆我跟你一块见见 让贫下中农留下来 是吧 让他留下来照顾思田 咱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这建筑物里 虽然有许多的尸体 但是并没见有什么危险 这道零号门内 万一有些什么啊 那凭我现在的状况 还真是应付不了 如果让胖子一个人进去 他冒冒失失的 那更是危险 只有我跟他答的 那才是比较稳妥 于是我想了想就答应了 我们把康熙宝刀留给了老杨皮 让他照看好了丁思田 里面不论发生了什么 都不要进去 我们也不会走出太远 探明的状况就会立刻返回的 随后我们拿着刀鞘 胖子拿着剩下的两发子弹的王八盒子 两个人拉开了铁门 一前一后就走进去了 刚一落足 我就觉得这个 脚下头发软 我用弓冰照明筒照了照 这地下不是水泥地 而是铺满了红色的泥土 我用刀线往泥土中戳了几下 土层厚的戳不到底 满地的泥土是高坎不平 竟然有点像菜园子 这里面的空气又稠又冷 而且空气之中似乎有很多的杂质 虽然呼吸起来感觉不出什么 但是已经干扰到了工兵照明筒的射程了 那照明的距离明显的缩短了很多 光线都被黑暗所吞噬尽了 我们不敢随随便便地再往深处走了 我们顺着标游 林字记号的铁门就摸索到了墙边了 无人意料的是 这里的墙壁都是土砖 而且与顶壁连成了弧形 造成这宽敞的地下室中间高两侧低 土砖向上内收 层层收拢交错叠压 看形状更像是窑洞 不只是地窖 我和胖子以为这是鬼子的菜窖 可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 这土砖上有许多疙哩疙哒的隆起的东西 互相连成了一片 像是墙上用泥土扶住了什么 看到这儿 我估计这里也不可能找到什么药品了 不像是善地 鬼知道这是干什么诡异勾当的 还是撤回去 再想办法到别处去找我们 我们正要退出去了 就不然觉得头顶上有一阵响动 一阵冷风就吸过来了 我们赶紧离一头躲闪 小明桶的光线之中 只见有个白乎乎的人影 从天花半生 大头朝下的就垂下来了 也看不见那个人的脚挂在什么地方 只有两只手和脑袋 都挂在我们的眼前 这阵楼好像是要伸手抓人 我和胖子赶紧同时握了那把刀鞘 戳在对方头上 把他顶在墙上 我胸前的工兵赵明桶 正好照在了那个人的脸上 那根本就不是活人的脸 那出奇的白 而且干苦的开始爬行 两手的肢脚 长得都打卷了 弯弯曲曲的 微微的在颤抖 我们见过上吊的吊死鬼 可是没见过大头朝下悬在半空的死人 那尸体仅能看到上半身 身上全是泥土 好像是刚从坟里爬出来的 鼻子 坐衣都快烂眉了 下巴也掉了一大块 那脸上白乎乎的 一片片的都是蛆虫 唯独两只眼睛 久久有神 但是和活人的有神不一样 此时的眼睛不会转动 虽然在照明桶的光线之下 它闪烁了金光 但是目光发直 发死 直勾勾的盯着我们 我和胖子都吃了一惊 两个人虽然腿肚子都快转筋了 可还是能硬着头皮 用刀鞘把那倒悬下来的僵尸的脑袋顶在了墙上 胖子荒乱之中想掏出枪来射击 我一边目不转睛盯着那死尸的眼睛 在废弃的日军研究所里 胡八一一行人发现了一口诡异的铜箱 铜箱中的器物令大家很费猜测 驚艺之中一个白乎乎的人影头朝下 从天花板上垂了下 从天花板上垂起来的僵尸 散发着一股好像是烂鱼堆积腐臭的咸腥味 他伸着两只老树般的爪子欲扑活人 我和胖子并力用刀鞘把他的脑袋顶到了墙上 但是那个僵尸的劲很猛 我们用上吃奶的力气 却只能紧紧的把他摁住 从那房顶泥土中钻出来的尸体 头脸腐烂的还剩下了不到一半 那白花花的蛆虫在那没有下巴的嘴里头爬进爬出 他的眼里头目光虽然呆滞 但是被工兵照明捅得光柱一照 突然金光爆起力量变得更加大了 虽然中间搁着刀鞘 但他那又长又弯的织绩 还是打倒了胖子的肩膀 胖子慌了神了 老虎 老虎 你不是告诉我没鬼吗这个 这怎么什么东西这个 我哪里知道啊 这个人身上穿的衣服 他不像是关在这里的囚犯 看样子是军国主义的幽灵解释还魂了 我们两个人心头 我急忙告诉胖子 别用王八盒子 根本不管用 你赶紧 赶紧盯住他的眼睛 绝对不能眨眼 但是一个人 不眨眼 那根本就坚持不了多大的功 我赶紧告诉胖子说 按我说的去做 我们两个人 轮流用眼睛就钉住了这个僵尸 不敢稍有懈怠 硬生生的撑在那儿 进退不得 但是那全身虚虫烂泥的僵尸劲 丝毫不减 那白花花的肢戒 对我们也就卷过来了 这是我们面对的墙角 两个人见情况紧急 也顾不上再跟死人对眼神了 一起低头躲避 那肢戒好像刚勾屎 刷了一声 就从我们的头顶掠过去 挠在了砖墙上 硬生生的 挠出了几道硬痕 我对胖子说 哎 灯眼这法不管用 这他妈八成不是僵尸 推给他 跑 可只要一发手 那僵尸就会立刻扑到身上 一切尴尸 一切尖尸 为我能力 而且一个人也撑不住他 想出去 找取刀都办不到 没过多一会儿 没过多一会儿 我跟胖子这脑门上就都满了汗 但 唐言说 人凭胆气虎凭威 初时我和胖子心中一乱 这胆气就先自减了一半 但是僵持了大约半分钟 我们就渐渐地回过池了 见那俯师 他也真了得 他被包银的刀鞘顶住了脑袋 那刀鞘的一端被我们硬生生地戳进去了一截 但是他的尸皮就像是皮革一样 又尖又刃 刃凭你怎么用力 也戳不透他的脑袋 我和胖子的身上 原本已经止住了血的伤口 那都因为用力过度给撑开了 我见再消耗下去 那更是死路一条了 可是又难以抽身 我灵机一动 寄上心来 我和胖子借着墙角那狭窄的地形 把手中所握的刀鞘一端 打了个横 牢牢地卡在了两面砖墙所形成的夹角之间 这样一来 那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腐尸就被钉在了墙角 纵然他能够挣脱 那也不是一时之功 我们借机就摆脱了相吃不下的困境 哪里还敢在所逗留 两个人转身就走 脚底鞋刚一挪步 忽然从这砖室地面厚厚的泥土之中 伸出了几只白森森的人手 抓住了我和胖子两个人的脚踝 黑暗中我和胖子毫无准备 当即就被撂倒在地上了 我们摔得是满嘴是泥 再看鱼土中伸出来的那些手臂 也都是干枯发白 爬满了蛆处 带着长长的织景乱抓乱挠 原来这巨大的砖室里边 埋的都是死尸 我倒在地上 用脚蹬开了那些手臂 并且借力一点一点的 向铁门的方向爬过去 我跟你的下边也不知究竟 埋了多少腐蚀和死人 这世间大概遇着阳性 全都扎实了 从泥土中成堆成堆的就爬出来了 在这阵混乱之中 我仿佛还听到 顺势的深处有更大的像度 那似乎是土层下面埋着的什么巨大的 难以想象的东西 此刻已经破组而出了 听那东西 那绝不是腐烂的死尸所能划出来的 那相声 越来越大 就好像撕破布一样的刺耳 我和胖子想站起来都办不到了 只能用手脚并用的踩着腐蚀的脑袋和胳膊往外爬 这时候几乎已经爬到了铁门边了 眼瞅着就到门口了 可是刚爬出两步的距离 就又被那些泥土中的死人胳膊 被扯回了三步 竟是距离逃生的出口越来越远了 我们想要呼喊铁门外边的老羊皮 可是那声音都被身后的巨响给盖住 一阵阵绝望从心底涌出来 这砖摇像是连接着地狱的入口 一旦进去就出不来 慢慢的被恶鬼们拖进了十八层恶鼻地狱 想到这些我全身如临冰水 寒战不止 我们八成 八成是看不到世界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 正在绝望无辜之际 眼前练光一闪 原来老羊皮在门口听到砖室里边的动静不对 他挺刀屏竹进来查看了 他本来是罪计鬼神怪异的事了 但是眼见我和胖子落难 他也不能袖手旁观 他吹胡子瞪眼 抡刀挥出去 康熙宝刀的刀锋掠过 顿时就斩断了几只纠缠住我们腿脚的手臂 我脚下一清立刻用手撑地就站起来了 然后就拽起了胖子 老羊皮被砖摇深处的巨响 惊得是阵阵发浪 他站在那里还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叫他快逃 但是空张着嘴发不出声音 只好和胖子连推再拽 三个人慌里慌张的就推门逃了出去 却听后面像是老树把根的声音 那砖室又极势人名 站着地下通道都发缠 但是工兵照明筒只能召见身前的树民 所以只闻其声难关其心 这个时候也容不得我们再去探究 究竟有什么巨目破土而出了 眼下众人的身上带伤 无法快速地远逃 只好先关闭零号砖室的铁门 但愿这厚重异常的大铁门 能够挡得住它 在有零号标记的铁门上 有个转盘形的铁质 老羊皮和胖子两个人 用后背顶门腿腰加力 把那二十几年没有开盒的铁门就合拢起来 关上来 吱吱嘎嘎嘎的声音传来 我握住了转盘的门锁 准备在铁门闭合之际 坠着身子以滋重 使它转动起来 锁住这道门户 眼看着 将要把铁门给闭合 但是砖室中 已经有几条腐蚀的 惨白的胳膊就伸出来了 都被夹在了门缝的地方 那些死人的手指尖 抓闹着铁门 指尖和铁皮摩擦的声音 在空旷的地道里显得动静很大 听得人头皮发紧 恨不得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不想让这种瘆人骨髓的响声 传进到地 昂得借过了老羊皮手中的长刀 随手就看不去了 它斩断了几条手臂 和一个从门缝里探出来的腐蚀的头领 短智处顿时流出许多黑乎乎的 粘稠的液体 气味极星恶臭令人作悟 胖子砍了几刀 但是砖室里伸出的腐蚀的肢体越来越多 原本快要闭合上的铁门 也被硬生生的撑开了数寸 铁门后 似乎有一股无穷无尽的神秘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人类所能对抗的范围 之前见我们三个人吃紧 也挣扎的过来帮忙了 我们四个人咬牙切齿 用上了全身的力气 但是那铁门不但再也顶不回去 门份反倒是被越承越大了 最后 在一阵阵 惊涛骇浪的 巨大的力量的冲击之下 我们被撞倒在地 这道零号铁门 终于被彻底的撞开了 零号铁门 被砖室中传来的巨大的力量 轰然动开 门后好像有一座山体 正在蠢蠢欲动 我和胖子在那密室内遭遇的腐尸 虽然力大 但是他的行动 缓慢 粘密 单凭那些满是蛆虫的僵尸 绝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动静 那座神秘的砖窑里边 本定埋着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继续留在铁门的前面 我们等着看 里面会爬出什么东西 我们想依托铁门 采取首饰的算盘 已然落空了 我连忙让胖子 背起了推脚发虚的丁磁田 四个人强忍着伤痛 向通道的外边推去了 我闻到了身后恶臭扑鼻 百忙当中 举着弓兵照明筒回头望了一眼 这一晃之间 只见得铁门中涌出了无数白纷纷的死人的肢体 这些尸体像是被某种植物裹住 全都连为了一体 正在一股一股的从砖室中蠕动而出了 这些花白的尸体中夹杂着无数的植物的根须 千头万缕上挂满了泥土和肉体 我暗自吃惊 在砖室中遭遇到一具腐蚀 现实以为死人扎实 可用眼睛瞪视的方法却克制不住他 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他不是僵尸 但是究竟是什么难以判断 刚才匆忙中回头一望 我发现所有的死尸都如同生长在一个什么发白的植物的根顶里面 那百里透黄的东西竟然像是一个罕见的巨大的人身 上半截看起来像个老太婆 满脸皱褶 身材臃肿 下半截就像人参似的 全是支支叉叉的根须 有长有短好似触角 每条根毛上都有硬毛倒刺 数十具腐烂干枯的尸体都与他的根部长为了一体 天纸的根鬼子在那砖窑里的想的是什么怪物 可即便是千年成形的老山身 也绝对没有这么大 这要真是千年万年的老身 那也一定是一株腰身 胖子也回头看了个症状 他惊笑的说 老虎 你看看 你看这死人身上 怎么长出萝卜了 我边扶着老羊皮往前跑 边对胖子说 你什么眼神啊 你仔细看 那是一颗大人身上味 长了一大堆死尸 那不是死尸上长了萝卜 那我说 还有俄国人的烈酒没有 赶快扔一瓶 点着了他 当住他 刚才撤得匆忙 慌乱之中 把从俄国人房间里卷出来的包裹 又扔在了铁门附近 想回去拿 那是不可能的 只好加快脚步逃离 但我们这四个人已经是疲倦到了极点了 这脚底下就像是灌满了铅 心里头虽然着急 这脚底下却是死活就卖不开 然而身后那些腐尸裹着的异形的植物 却越来越近了 只听那枯树皮摩擦墙皮的水泥的声音 就在脑后 那腥臭的气味都快把人给呛晕过去了 地下通道里的大部分 那都是密闭的铁门 但有的锁死 没法打开 我们荒谷则路 见通道拐角处 有道带铁格子的铁门 没有关上 就赶紧互相搀扶着 踢门就冲进去了 反手关门的时候 却又晚了半步 那好像人参式的植物 其中的一条触须 已经探进门来了 胖子正想顶门 不料 手当其冲 然后先那种 是什么